中文字幕志愿者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一个地方台 它除了在经营之外 够要探极油画 它如果已经有一个另外一个高度想往前走 我觉得都值得鼓励 我们希望内容做出不一样的差异化 让它可以替地方上的大小事 能够发生 欢迎锁定我们的联播频道 关心中台湾的大小事 对我来说 台北是最封闭的地方 因为看到台北的事情 台湾可以看到的东西 台北看不到的事 这是台湾乡下常见的风景 每当潮水退到胸口 他们下天的时机才很开始 里面就会有很多在地化的东西 才有机会国际化 最重要的是 只要热情在 跟志气在 就可以做了 得奖作品 大台主席 得奖人是南投新闻 得奖的是 真是在 我们自己肯定自己的价值 在地是有一定的价值的 台树科在发展的过程 我们就已经很确定 我们就是要留下来的 那时候留下来 我们就已经决定 就是要好好做嘛 你要好好做 你当然就是要跟上 这个时代的潮流 我慢慢地动 那我们跟他们要开会啊 坐来坐到拨角又没位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又女生对不对 那时候我都要先武装自己 高跟鞋请我关关关 为什么穿很高你知道吗 你站起来臂比较高啊 然后头脖垂又碰碰碰这样子 那种碰那样 然后站起来就是 一副那种攻击的样子 这样武装自己去跟大家讲话 其实有时候自己觉得很好笑 我们面对的是这些大金鱼 我们透过诟病 才能让自己快速成长 我们称它叫钻石效应 你越大地 一克拉三十万 两克拉就是一百万了 三克拉可能就五百万 台树科的HOT TV Plus 跟LINE TV 跨界合影发表的合作仪式 即将连结下一个美好 你跟你的敌人合作 跟你的竞争者合作 你才能够存活 我们唯有勇敢地突破自己 我们才能够在下一波里面 继续站稳 转型就要看看 你有多少决心跟毅力 去脱领你自己这个舒适圈 那你敢不敢去闯那个天下 就端看你有没有那样子的DNA 我才能够在一边 我才能够在哪儿 他把自己的 Serie 然后再一次 就等到这次 就是演予了 的一天 感谢观看